正在调试安装过程中的克拉成像系统,最近在美国一家的系统专员,Systems Specialist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,他们给里新增了一台,也就是此共振成像,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意外,中的很多苹果设备,比如iPhone和Apple Watch都彻底不能工作, 或,该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,把相关的消息发布在Reddit论坛上一、二、三,总计大约40部苹果设备,包括手机、平板电脑和苹果手表都受到影响。 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,明明苹果设备全都瘫痪了,但是安卓手机却没事,而且靠近Reddit的其他计算机设备也不受影响。 四,来自太阳的元素 Helium,Chris Morrison 想要知道为什么,这个故事还要从太阳讲起,门杰烈夫最开始提出将已发现的元素试图进行排列和列表,发现其中的规律,在发布第一版的时候,但是元素周期表上还有很多的空缺, 不同颜色的光的波长不尽相同,但是人们对于光学的认识已经十分深入,尤其是对光波长的测量,可以精确到那米的量级。 通过在两个平行的平面镜,把布里佩罗干射仪,英文,Fabri P-Rod,Informator之间来回反射,微小的光波长之间的差别不断位积起来,被放大的可以肉眼观察,得光的明暗条纹变化。 因此能不能通过测量光谱来确定和发现新元素呢? 白光在通过三棱镜之后,由于不同色光的折射率不尽相同,白光产生色分,分解为不同颜色的色光。 回到光学上,牛顿发现太阳光在通过三棱镜以后,可以变成彩虹的颜色。 人们意识到,我们平时看到的白色的太阳光,其实并不是白色的,而是由各种色光混合而成的。 但是我们的老天爷似乎总想要颠覆完美。 英国的化学家威廉·海德·莫拉斯多在1802年注意到有一定数量的黑暗特征浦线出现在太阳光浦中。 通过不限的努力,它一共标注了570条浦线,在可见光范围内的太阳光浦与富朗河飞浦线wikipedia。 在这之后,富朗河飞同样独立的再度发现这些浦线,并且开始系统性的研究与测量这些浦线。 他们发现这些消失的浦线,恰好和一些元素加热以后释放出的浦线相同。 所以,太阳上这些消失的浦线,都和太阳上的元素一一地对应着。 各色的霓虹灯,里面就是冲上了不同的稀有气体。 甚至霓虹灯这个名字是半英语音语。 霓虹发音近似于英语的Niamine,并在汉语里有彩虹的含义Livik,非纽约时报。 1868年8月18日,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尚森在印度的共图二观测浴泉时时,发现了一条波长尾,587.49纳米的亮黄色的浦线。 起初,他们觉得,这个是来自那元素,那元素在这附近有589纳米和589.6纳米,亮桥浦线。 不过在进一步的研究之后,人们确认了这其实是一种当时还未在地球上发现的新的元素。 由此,这个元素就被命名为了Elean也就是太阳,中文明亥则是由学兽音译而来,加上用意表示常温下的形态和气的偏旁。 这里有之前没见过的新东西,Superconductor,把空气压一压,动一动,就能把原本是气态的空气转化为液态。 人们通过这种方法制的液态,液氧,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制造得到液态。 一直到了1908年,安内斯才首次制造出了液态,创造了当时最低润造温度的世界记录。 安内斯也因此被称为绝对零度先生。 利用低温的特性,安内斯得以探索到是还无人出击的低温的世界。 借由此,它也顺利地打开了超导的大门游,一大碗液氧,和平时处于气态的无色透明的氧气不同。 液态以后,液态的氧呈现为淡蓝色Periodictable。 当时,有部分科学家,比如凯尔文勋爵,认为温度达到无限接近绝对零度的时候,电子会倾向于被凝固住,从而导体中的电阻会变得无限大。 对于凯尔文勋爵,一般我们更熟悉它在,1900年著名的两朵乌云的演讲。 但是,尔文勋爵对此吃反对态度,他认为随着温度的降低,导体内的电阻会稳步下降,直居降为令。 当然,我们现在已经知道,两个说法都不太正确,超导磁铁在轨道上悬浮,近胡摩擦地滑动。 利用只此一份绝无分电的野骸,他把金、钵、钵等金属冷却到将近零下269度C,意外地发现钵的电阻急剧的减小,电阻甚至小到了仪器根本测不出来,而这正是超导体的一个重要特性,零电阻。 零电阻有多重要呢?我们平时输送电能,不可避免的导线上会有电阻存在,从而发射浪费了很多的电能。 另外一个与我们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是,电流能够产生磁场,当我们需要很大的磁场时,就需要很大的电流,从而发射功率特别高。 这么大的发热量,一般的导体根本无法承受,也只有超导体才能够胜任这个严苛的条件。 这原则和拍个照,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。 所以回到文章开头,也就是这次事件的主角,此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ngineering。 通过外在梯度磁场景色原子核发射出的电磁波,从而得知构成这一物体原子核的位置和种类。 比如在医学上,就可以方便地对人体内进行成像,观察人体内部组织和结构的并变期。 来来来,猜猜这些都是什么的美成像图案。 实际上,我们利用磁共振成像,看到的人体中水分子内的氢原子核,再把物体放置在磁场中后,用湿道的电磁波照射,就改变氢原子的旋转排列方向,使它产生共振。 现代磁共振成像的扫描仪往往都需要高达,三特斯拉的磁场强度。 别看这个数字不大,要知道地磁场磁场强度才为0.000025特斯拉至0.000065特斯拉,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业害辅助降温的超导体。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啥? The Truth 在这次这次对煤的安装过程中,总计泄露了约120升的液氦,也就是约9万升的氦气。 不要觉得这个是小数目,现在的氦气都是不可回收资源。 一旦泄露到空气中,击齿的成本开比黄金,而且因为氦气很轻,它们还会不断地脱离地球,飘到太空中去。 在对本次事故中受到影响的电子设备,进行统计以后,大家一挖地发现这次针对的都是更为新款的苹果设备。 比如iPhone6以及更高版本,当时的楼内iPhone5并没有受到影响。 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,缩写为NAMS。 经过仔细的排查,人们的焦点最终锁定在了手机内的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,缩写为NAMS,也就是陀螺仪。 加速度计,定时震荡器等尺寸,微微米量级的设备上。 不过,在安着手机中也存在上述设备,为啥它们就还好好的呢? 无音插状的石英晶的wikipedia,在手机内部都要有一个时钟,控制软件的时间顺序。 以往人们采用石英晶体,利用压电效应,再加上电压以后,晶体会产生形变。 如果我们加上的视角变得电压,那么,晶体也会来回震荡。 当频率和晶体的本征频率一致时,达到共振状态。 在较新的苹果设备中,苹果公司使用 Sitting 公司生产的尺寸更小,功耗也更低的Mens 归震荡器SIT15328来取代传统的石英震荡器。 它同时还拥有更多优异的性能,不过似乎这个器件对汇气的渗透有点无能为力,甚至只能罢工。 汇气分子是意图,汇气如此强的渗透能力,主要,是因为其一单原子的形式存在,正负电荷的中间靠得非常近,急性特别小。 在原子和分子层面,电磁相互作用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,因为汇原子极性极小,从而电磁作用非常弱,而且本身原子就很小。 所以汇气的渗透性非常的强,这次的事故,就是汇气渗透进了手机内部最为关键的时钟部件,导致器件失效。 针对汇气,Offense还做了个实验酒,在汇气内放差不多几分钟以后,手机就停止了工作。 不过并不建议大家在家里尝试,一方面汇气不容易获得。 虽然说把手机关闭后,汇气会自然的散逸出来,但是最开始出事的部分设备在紧直通风数天系统,以后还有很严重的问题,有的触摸屏,依旧是失效的。 最重要的一点,这个实验真的好贵啊。 土豪请忽略上面那句话,参考链接。 1.Reddit,COMRSIZEDMIN COMMONS 9MKROG RE-DISABLED EVA IOS DEVICE IN FACILITY。 2.Reddit,COMRSIZEDMIN COMMONS 9MK5DJ WOULD NRE-DISABLED ONLY IOS DEVICES? 3.Reddit,COMRSIZEDMIN COMMONS 9SI6RG POST MODEM RE-DISABLED EVA IOS DEVICE IN FACILITY。 3.IOPHN, цент unde當地被称演的资料,PAPERF 4.IOPHN-RESONIC3.AR-PERT 将TOP10点击标题即可查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